超市里的干香菇要80多元一斤 鲜香菇却只要5块钱 把鲜香菇变成干香菇 却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步骤 比咱们直接买干香菇要省一半多的钱 今天就分享一个我家常用的做法 这些一共是6斤鲜香菇 花了30元 大家在挑选的时候 要选这种散帽比较光滑 散饼的部分比较粗壮的 这种香菇肉质肥厚 而且香味浓郁 用锦刀把散饼的一部分剪去不要 然后全部整齐地摆到一个干净的框子里 没有这种大框子 你可以用盖链或者几个蒸臂来代替 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亮晒 如果光线好的话 大约需要三天的时间 中间你可以给它翻两次面 这就是亮晒了三天以后的效果 香菇的体积已经明显变小 也已经完全脱水 轻轻一掰就能掰断 里面的肉质非常的结白 撑了一下 六斤的鲜香菇亮晒完以后 剩下了480克干香菇 基本算是一斤 这样算的话 就等于30块钱 买到了80多块钱的干香菇 最关键的是 这个不需要任何厨艺 连开火都不用 举手之劳就能省下不少 留下这次要吃的 老妈再用一部分干香菇 分享一个经典的吃法 把这次要吃的先用清水淘洗一遍 因为晾晒的过程中 表面会落很多的灰尘 然后取出来 放在一个大小合适的容器里 加入能摸过香菇的凉水 一勺食盐 少来点白醋 一勺红薯淀粉 或者其他淀粉 搅拌一下 让这些调料完全化开 然后给它轻轻的晃动一会儿 大约两分钟的时间 白醋有很好的软化效果 这样可以加快香菇的泡发 两分钟以后 打开看一下 现在的香菇 就已经基本泡发好了 让它在里面 再静置个三分钟 最后用流水重新干净 然后全部放到碗上 把它切成粗条 切好以后 先盛到一个盘中备用 再来调一份待会儿用的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生抽提鲜 一点老抽调色 胡椒粉 一小勺五香粉 适量点调味 再加入约大半碗清水 一小勺玉米淀粉 搅拌一下 让这些调料完全化开备用 起锅是要加点食用油 油热以后 下入提前切好的五花肉 把肉煸炒一会儿 炒出里面的油脂 下入葱花和姜末 把葱香味给翻炒出来 淋入少量的料酒 再把刚才切好的香菇也倒进来 这时候转成大火 多翻炒一会儿 炒出香菇的水分和香味 接着倒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翻拌均匀 把香菇炒至完全端生 让它吸收一下调料 最后撒上一些切好的蒜苗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炒出来的香菇口感鲜香Q弹 连我家小朋友都特别爱吃 其他晾晒好的干香菇 装进保鲜袋 密封保存 放一年也不会坏 拿来炒菜 炖菜 酸火锅 做香菇酱都不错 以后家里用干香菇 就不要直接买成品了 这样自己做也非常简单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